公主与美洲诗 作者欧亨利 译者王永年 朗读者有意 公主与美洲诗 当然这篇故事里少不了皇帝与皇后 皇帝是个可怕的老头 身上配着几只六响手枪 靴子上安着踢马刺 嗓门是那么红亮 连草原上的响尾蛇都会吓得 往霸王树下的蛇洞里直钻 在皇室还没有建立之前 人们广他叫敲生本恩 当他拥有五万英亩土地和数不清的牛群时 人们便改口叫他牛皇帝 奥唐奈勒 皇后本是拉雷多来的一个墨西哥姑娘 可是他成了善良温柔地道的科罗拉多主妇 甚至劝服了本恩在家里尽量地压低嗓门 以免震破婉展 本恩尚未当皇帝时 他坐在刺头牧场正宅的回廊上编织草席 等到抵挡不住的财富远远涌来 用马车从圣安东尼运来了软垫椅子和大圆桌之后 他只得低下乌发光泽的头分担达纳埃的命运了 为了避免欺君罪 我先向你们介绍皇帝和皇后 在这篇故事里他们并不出场 其实这篇故事的题目 很可以叫做公主妙想和大杀风景的狮子 约瑟法奥唐纳是仅存的女儿 也就是公主 她从母亲那儿秉承热情的性格 和压热带的那种皮肤微黑的美 她从本恩奥唐纳皇上那儿 获得了大量的魄力 常识和统治才能 要瞻仰这样结合起来的人物 即使跑上许多路都值得 约瑟法骑马急迟的时候 能够瞄准一只拴在绳上的番茄铁皮罐 六腔之中可以打中五腔 她同自己的一只小白猫 可以一连玩上好几个钟头 给她穿上各式各样可笑的衣服 她不用铅笔 光凭心算 很快就能告诉你 一千五百四十五头两岁的小牛 每头八块五毛 总共可以卖多少钱 大致说来 多次牧场面积有四十英里长 三十英里宽 不过大部分是租来的土地 约瑟法骑着马 踏勘了牧场的每一块土地 牧场上的每一个牧童都认识她 都对她忠心耿耿 李普利吉文斯是刺头 牧场上一个牛队的头目 有一天见到了她 便打定主意要同皇室联姻 健忘吗 不见得 那时候纽西斯一代的男子 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并且说到头 牛皇帝的称号 并不代表皇室的血统 他多半只说明 拥有这种称号的人 在偷牛方面特别高明而已 一天 李普利吉文斯到双鱼牧场 去打听有关一群走失的小牛的消息 他回城时动身晚了些 当到达纽西斯河的白马渡口时 太阳已经落山了 从那儿到他自己的营地 有16英里 到刺头牧场有12英里 吉文斯已经很累了 便决定在渡口过夜 河床上有个水坑 水很清洁 两岸长满了茂密的大树和灌木 离水坑50码远 有一片全区的木豆草地 为他的坐骑提供了晚餐 为他自己准备了床铺 吉文斯拴好马 摊开了暗毯 让他晾晾干 他靠着树座下 卷了一支纸烟 河边的密林里 突然传来一声发威 而震撼人心的吼叫 拴着的小马腾跃起来 害怕地喷着鼻息 吉文斯抽着烟 不慌不忙地伸手去拿 放在草地上的枪套皮带 拔出枪 转了转蛋糖试试 一尾大针鱼扑通一声 窜进水坑 一只棕色的小兔子 绕过一丛猫爪草坐下来 胡子牵动着 滑稽地瞅着吉文斯 小马继续吃草 黄昏时分 当一头墨西哥狮子 在干河的河道旁边 唱起女高音的时候 小心提防是没错的 他鸽子的主题可能是 小牛和肥羊不好找 光吃荤食的他 很想同你打打交道 草丛里有一只空水果罐头 是以前路过的人扔在那儿的 吉文斯看到他满意地哼了一声 在他那件附在马鞍后面的上衣口袋里 有一些碾碎的咖啡豆 清咖啡加纸烟 牧牛人有的这两样东西 还指望别的什么呢 不出两分钟 他升起了一小堆明快的篝火 他拿着罐头朝水坑走去 在离水坑十五马的时候 他从灌木枝叶的空隙中 看到左边不远处 有一匹被女安的小马 搭拉着缰绳在啃草 约瑟法 奥唐纳趴在水坑旁边 喝了水站了起来 正在擦去掌心的泥沙 吉文斯还看到 他右边十来马远的荆棘丛中 有一头蹲着的墨西哥的狮子 他的琥珀色的眼睛 射出饥饿的光芒 眼睛后面六英尺的地方 是像猎狗猛扑前那样 伸得笔直的尾巴 他挪动后腿 那是猫科动物跳跃前的常态 吉文斯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 他的六响手枪 在三十五马以外的草地上 他爆喊一声 窜到了狮子和公主中间 吉文斯事后所说的这场格斗 是短暂而有点混乱的 当他冲到战线上时 他看见空中掠过一道模糊的影子 又听到两声隐约的枪响 紧接着 百来棒重的墨西哥狮子 落到他的头上 扑的一声重重的把他压倒在地 他还记得自己喊道 让我起来 这种打法不公道 然后他像毛虫似的 从狮子身下爬出来 满嘴的青草和污泥 后脑勺磕在 水鱼树根上 鼓了一个大包 狮子一动不动地摊在地上 吉文斯大为不满 并且觉得受了骗 他对着狮子晃晃拳头 嚷道 我给你再来二十回合 可他立即醒悟过来 约瑟法站在原来的地方 若无其事地 再重新装填他的那把 香吟把柄的三八口径手枪 这种设计并不困难 狮子脑袋 从悬在绳子上的 番茄罐豆相比 目标要大多了 他嘴角和黑眼睛里 带着一丝挑逗 嘲弄 和叫人恼火的笑意 这位救人未遂的侠士 觉得丢脸的火焰 一直烧到他的灵魂 这本来是他的大好机会 梦寐以求的机会 可是成全他的 不是爱神丘比特 而是嘲笑之神 摩摩斯 毫无疑问 森林中的精灵们 一定在捧着肚子 窃窃暗笑 这简直成了一出滑稽戏 吉文斯先生 同波志狮子一起 演出的滑稽闹剧 是你吗 吉文斯先生 月色法说 他的声调徐缓低沉 像唐经一样甜 你那一声叫喊 几乎害得我脱把 你摔倒时 没有砸伤头吧 哈哈 没什么 吉文斯平静地说 摔得不重 他屈辱地弯下腰 把他那顶最好的 斯特森帽子 从狮子身下抽出来 帽子压得一团糟 很有喜剧效果 接着他跪下去 轻轻地抚摸着死狮子 那张着大嘴 毫不吓人的脑袋 可怜的老比尔啊 他伤心地说 那是怎么回事 约瑟法敏捷地回答 你当然不明白 约瑟法小姐 吉文斯说 同时露出让宽恕 胜过悲哀的神情 谁也不能怪你 我想救他 可是无法及时 让你知道 救谁啊 还不是老比尔 我找了他一整天 你明白 两年来他一直是 我们营地里的宠物 可怜的老东西 他连一只白尾灰兔 都不会伤害的 营地里的弟兄们 知道这件事后 都会伤心的 不过你当然不知道 比尔只不过是 同你闹着玩呢 约瑟法的黑眼睛 炯炯有神地盯着他 李普利 吉文斯顺利地 混过了这一关 他沉思地站着 把他那黄鹤色的头发 揉得乱蓬蓬的 他眼睛里露出 傲嗓的样子 还掺杂着一些 温和的责怪 他那清秀的脸上 显出一种 无可非议的哀伤 约瑟法倒有点拿不准了 那你们的宠物 跑到这儿来干嘛呀 他富裕顽抗地问道 白马渡口附近 又没有营地 这个老家伙 昨天从营地里 逃了出来 吉文斯胸有成竹地说 蛟狼没把他吓坏 可真奇怪 你明白 吉姆维伯斯特 我们营地里的 管坐骑的牧人 上星期弄了一头小猎狗 到营地里来 那头小狗 真叫比尔受罪 他一连好几个小时 盯在比尔背后 咬他的后腿 每晚休息的时候 比尔总是钻在一个 弟兄的毯子底下睡觉 不让小狗找到他 我猜想他一定是 愁得走投无路了 否则是不会逃跑的 他一向是离开营地 就害怕的 约瑟法看看 那只猛兽的尸体 吉温斯轻轻拍了拍 狮子的一只可怕的脚爪 这只脚爪平时一下子 就可能送掉一条小牛的命 那姑娘深橄榄色的脸上 慢慢地泛起一片红韵 这是不是真正的猎人 打到不应该打的猎物时 感到羞愧地表示呢 她的眼色柔和了些 垂下来的眼帘 把先前那种明显的取笑的光芒 全赶跑了 我很抱歉 她低声下气地说 不过她看上去是那么大 又跳得那么高 所以 可怜的老比尔肚子饿了 吉温斯立即替死去的狮子辩护说 我们在营地里总是叫她跳起来 方才给她吃的 她为了一块肉 还躺在地下打滚呢 看到你时以为你会给她一点吃的东西 约瑟法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 刚才我可能会打着你 她嚷道 你已经跑到中间 你为了救你那心爱的狮子 甚至冒了生命危险 那太好了 吉温斯先生 我喜欢对动物仁慈的人 不错 现在她的眼色里 甚至有了爱慕的成分 总之在一败涂地的废墟中 出现一个英雄 吉温斯脸上的神情 很可以替她在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里 谋一个重要的位置呢 我一向喜欢动物 她说 马呀 狗呀 墨西哥狮子呀 牛呀 鳄鱼呀 我讨厌鳄鱼 约瑟法马上反对说 脱泥带水的叫人看了起鸡皮疙瘩的东西 我说过鳄鱼吗 吉温斯说 哦 我想说的是羚羊 约瑟法的良心促使她 在想出一些补救的办法 她忏悔似的伸出了手 她的眼睛里 禽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请原谅我 吉温斯先生好吗 你明白 我只不过是个小姑娘 一开头我很害怕 我打死了比尔 感到非常难过 你不了解 我觉得多么难为情 我早知道的话 绝不会这么做的 吉温斯握住她伸出来的手 她握了一会儿 让她的宽恕 去克制因比尔的死 而引起的悲伤 最后她显然原谅了约瑟法 请您别再提这件事了 约瑟法小姐 比尔的模样 叫哪一位年轻小姐见了 都会害怕的 我会向弟兄们好好解释的 你真的不恨我吗 约瑟法冲动地 向她挨近了些 她的眼神很甜蜜 甜蜜和恳求之中 带着优雅的毁醉的神色 谁要是杀了我的小猫 我真会恨死她呢 你冒了重榴弹的危险 去救她 又是多么勇敢 多么仁慈啊 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少了 从失败中夺得了胜利 滑稽戏变成了证据 好样的 李普利吉温斯 现在天色已经黑了 当然不能让约瑟法小姐 独个的骑马回家 尽管吉温斯的坐骑 露出不情愿的样子 她还是重新上庵 陪她一同回去 公主和爱护动物的人 他们并配持过柔软的草地 周围弥漫着草原上 丰饶的泥土气息 和美妙的花香 蛟狼在远处的小山上嚎叫 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 约瑟法策马靠拢一些 一只小手似乎在摸索 吉温斯的手找到了他 两匹小马骑步走着 两只手握住不放 一只手的主人说 以前我从没有害怕过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碰上一头真正的野狮子 那怎么得了 可怜的比尔你陪着我 真叫我高兴 奥唐奈坐在房屋的回廊上 喂 李普 他嚷道 是你吗 他陪我来的 约瑟法说我迷了路 耽误了很久 多谢你 牛皇帝喊道 在这过夜吧 李普 明天早晨再回营地 但是吉温斯不肯 他要赶回营地去 一清早 有批烟牛要上路 他到了马鞍 策马走了 一小时后熄了灯 约瑟法穿着睡衣 走到他卧室门口 隔着砖扑的过道 向屋里的牛皇帝 招呼说 哎 爸爸 你知道那只叫做 缺尔魔鬼的 墨西哥老狮子吗 就是害死了 马丁先生的牧羊人 刚萨类斯 在萨达拉牧场 捕杀了五十来头 小牛的那只 嘿 今天下午 我在白马渡口 结果了他的性命 他正要跳起来的时候 我用三把口径 往他脑袋开了两枪 他的左耳朵 被老刚萨类斯 用砍刀削去一片 所以我一眼就认识了 你自己也不见得 打得那么准 爸爸 真有你的 敲生本恩 在熄了灯的寝宫里 打雷似的说道